好 来看一个政治的消息 民进党总统初选前的最后一天 蔡英文下午跑了桃园平镇 要来抢供客家票 有关现场最新的情况 我们连线给记者唐光南来告诉大家 好的 主播各位观众 民进党总统初选全战最后的日 蔡英文今天下午是来到桃园的平镇 那一间包公寺呢 那在桃园的客家相亲出勇之下呢 来做他一个拜拜的一个动作呢 现场的五龙母士呢 也除了祈祷呢 台湾的国家封条羽线之外呢 也送给蔡英文这个高票当选的红布条 这象征呢 希望明天开始的这个初选呢 蔡英文能够胜利法德的头筹 不过呢 刚刚也问到 蔡英文在最后 现在最关键的一个晚上 一个傍晚 他有没有什么最后冲票的策略 蔡英文呢 还是笑笑的简单带过 我们还是继续走基层 让基层能够更能够了解我们的决心 那今天晚上在三重 我们也有一个晚会 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我们会好呢 其实今天决战的最后一夜呢 晚上呢 蔡英文和苏子长各自都有晚会的活动 也希望呢 能够在最后的阶段 不要有些负面选举 两个人能够用政策来拉抬彼此各自的选情 以上 现场最近情形 时间先交换桶内 我们看到初选的最后冲刺 蔡英文把握着